那么文家宝总理呢是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随即转往巴基斯坦继续访问行程 在巴基斯坦期间呢会与八方领导人举行会谈 就各方面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那么现场呢我们在机场的画面可以看到目前是一个盛大的迎接文家宝总理的一个欢迎仪式 那么除了有八方的领导政要到场之外呢 中方的代表也有一个盛大的欢迎团 那么现场也是挤满了媒体记者进行采访 那么看到文总理现在是与八方的一些领导政要们进行一个握手 那么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中方方面的代表团呢 是举着国旗那么拉起了欢迎的横幅 也是迎接文家宝总理到访 巴基斯坦 那么正巧在明年也就是2011年是中巴现交六十周年 那么巴基斯坦把11年定为是巴中有一年 那么八方呢也举行了一系列的盛大庆祝活动 那么各界相信呢 文家宝总理此次访问巴基斯坦会进一步深化中巴关系 那么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那么将会把中巴关系呢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由于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呢 也存在有领土争议 那么之前文家宝总理访问过印度之后 现在转往巴基斯坦继续访问形成 因此呢 各界舆论也都在关注中印巴三方的关系 那么有关于中印中巴关系 都是一个被提及的一个关注议题 那么更是有西方舆论认为 文家宝这一次访问巴基斯坦是为了制衡印度 好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巴基斯坦 伊斯兰保机场目前最新画面 文家宝总理在刚刚抵达了当地 准备进行三天的友好访问 在机场的现场呢 是有非常盛大的一个欢迎团 不论是在巴基斯坦方面 或者是中邦代表团 都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迎接仪式 那么在刚才呢 我们也看到了有盛大的军乐队 仪仗队举行的阅兵仪式 我们也看到了 妈妈